目前柯文哲遇到最大的风暴 就是他的政治现金到底有没有做假账 现在把矛头也指向当时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他们昨天开了一场内部的中平会 但是当事人是没有到场的 现在外界就在想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民众党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目前有三种方式 有警告 停权 还有开除 首先我们来看到在今天柯文哲被问到了 他说辞职走人是最简单的 留下来善后这才是最困难的 而在昨天他更提到 混乱的时刻应该要先稳住正脚 回过头再来去处理 再来去就责 所以民众党的中平会下个礼拜要开 那么有三个人受邀 包含了像是黄珊珊 还有端木正 还有李文宗等 那目前确定是黄珊珊会出席的 那么在昨天开会当中呢 中平会怎么没有立刻就做决定呢 外界就讲了 柯文哲的态度是最后的关键 好 那怎么样的关键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苗波要怎么讲 主要就是跟柯P的管理学是有关的 因为柯P上来就是习惯 让下面的人互相去咬 互相去斗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越斗的话 你越需要资源 越需要关注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我 所以你就不会背叛我 而他在上一场 他说会尊重中平会 其实就是等外界的风向 到底会怎么来看 民众党以及多数的小草门的心声 到底是怎么样 他才可以做决定 所以第一时间他没有表态 那么黄珊珊辞立委 现在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他自愿退出政坛 可是柯文哲也不敢去沟通 为什么 因为怕黄珊珊也知道 很多柯文哲的内幕 万一柯文哲劝他离开 让黄珊珊一个不爽的话 那黄珊珊最后变成顶级颗黑 这该怎么办呢 这是苗博雅的推测 好 另外 这个政治现今 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丑闻 到底黄珊珊 是不是关键人物之一呢 好 来看尤什卫怎么讲 他说他看了一下民众党目前 所出示的一些资料 大笔支出百万元以上 有些复合者的签名呢 是被马赛克掉了 但是有些呢 没有马赛克的地方呢 都是黄珊珊的签名 所以他想问的是 请问这个柯文哲的禁办呢 有谁跟黄珊珊一样 有这么同样大的权力 可以复合大笔的支出 同时还要保密 而这个神秘人物 到底有没有出现在记者会现场呢 权力一样大 可以批钱的神秘人物 而不敢公开吗 除了黄珊珊之外 还没有所谓的第三号人物呢 这个人是谁 目前这也是尤什卫 所丢出来的一个疑虑 好 感觉像民众党 现在是很乱了 所以有人就讲了 那么在台中市政府 当顾问的蔡壁如 应该可以回来 重新来整顿一下 但是有人说不 他留在台中市 是比较好的 这是云林蔡农 林嘉欣 他怎么讲 他说如果呢 蔡壁如这个时候回到 民众党中央只会被消耗 别忘了 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许未来会起风 那这时候的蔡壁如 就会跟着崛起 让已经逐渐 快要视为的民众党 可以靠着他 逐渐的在茁壮起来 所以林嘉欣认为 蔡壁如现在 跟在卢秀燕的旁边 这才是民众党 隐藏的本 最重要的本 那么前立委 沈富雄呢 他说啊 不会往黄珊珊 他要辞立委 议院也好 或是没有议院也好 看来这个立委 他肯定是没份了 他也点名另外一个人 陈婉慧 不要小看他 因为到时候呢 民众党可能就要提名很多人 那么陈婉慧 应该也会被提好提满 来参选的是 宜兰县的县长 所以呢 对民众党短期的 生死存亡 是有很重要的关键 神父求人点名的 就是陈婉慧 那现在确定的是呢 民众党的中平会 要延到下个礼拜二 那黄珊珊她说呢 她一定会出席 那到时候就来看 中平会会做出什么样的处分 不过现在传出了两种声音 一个是把黄给炸掉 一个是要保住黄 这两股失利 目前还在斗 那么柯文哲呢 现在就先定调 刚也讲了 等到先来处理过后呢 再回头来就责 所以现在不太敢做任何的决定 是不是要等外界的风向呢 今天柯文哲也对这件事情 做出回应 民众党烂杖抓不完 立委黄珊珊在馆长的节目上 再次坦承是自己的疏失 但绝口不提请辞立委 因为昨天是这样说的 我们以前会尊重中平会的决议 中平会本在十六号 就该对黄珊珊 端木正 李文宗等人做出惩处决议 却延后到下周二三点 要邀请当事人出席 再来决议 根据了解 七名中平委 分成了扎黄派 以及保黄派 扎黄派认为民众党在生死存亡之际 立保黄深山难对支持者交代 保黄派则认为 即便有监督不周的事实 不至于开除党籍 恐影响立院战力 跟二零二六的布局 柯文哲定调 先查清事实 再究责也让中平会 不敢擅自裁决 柯文哲的态度才是关键 如今民众党风中残逐 日本学者小丽媛心信 就认为政治现金风波 终结了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推翻两大党政治的挑战 台湾政治可能重返传统的 两大政党对决 用直线性的思考来看政治发展 那大概是这样 他如果能够带领他整个党 安然度过 那他的支持率可能不降 反而会深 这点我就很有自信的跟他讲 今天台湾在45岁这条分界线 上跟下 他那种蓝绿白的分布完全不一样 所以台湾已经没有办法 再形成两党政治 开着黄山山 即便能平息党内的不满情绪 但民众党能否就此止止血 还是要看柯文哲能否全身而退 记者林俊峰 蔡平昂台北超报道 立委叶元芝认为 民众党开的中平会 根本就是在打假球 因为如果想要解决问题的话 当天就应该把当事人给找来 他认为黄山山应该是要负最大的责任 而他回顾了当时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黄山山还不是党员 没想到一加入之后 立刻就掌握兵权 享受权力 现在出事了就怪底下的人吗 我觉得第一 那个中平会根本就打假球 因为你今天这个事情那么重大 你说下周再找他们三个异处 那你今天为什么不找他们三个异处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很快的止血 或者做危机处理 你今天就要找他们三个来了 就开了半天 然后听听大家意见 那我们再找他们 这代表你就没有很积极要处理这个事 对不对 就没有很积极 然后第二 我当然我也觉得黄山山要负非常大责任 为什么 因为你有相对的权力 去年的时候 他就是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而且他因为是总干事 所以虽然他加入民众党的党名很浅 他在2022年选市长都不是民众党的 然后一加入民众党 马上就抄兵权 然后可以把自己排在不分区立为第一名 这代表你有权利啊 那你有权利你就要有责任啊 那你今天如果出了这些事情 难道你都不用出来负责吗 对不对 所以有权利 有权利要负责 我觉得这个权责相当 这个是民主社会里面最重要的标准嘛 所以黄山山当然有责任 可是黄山山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有责任 我不觉得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他就是推给会计师啊 可是问题是 好那会计师你是总干事 你不用负责吗 财务部不归你管吗 那会计师不是你们找的吗 那这个会计师你不认识吗 那为什么权利里面一想 出事了你就怪下面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黏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还在你身边 黑的皮肤 这个不像提说 您是否营尾 decides您还沽着 你知道 fotograf吗 还是声熟多吗 愿吗